8月16日在黄埔寒一酒店,导演赵成基以及苗乔伟、陈一迅、黄毅、黄日华、王志文、汤振业、林家栋以及刘德华出席电影《兄弟记者会》 会上各大演员大谈戏中自己所扮演的人物角色,刘德华表示早期他看过《十二夜》,所以觉得陈一迅表演得相当精彩,所以便找他饰演苗乔伟弟弟的角色 而在其中苗乔伟跟黄毅合眼情侣,并且有接吻戏,主持人笑问他是否真的爱上了苗乔伟,黄毅则一口否定 苗东华马上说苗乔伟太太七美珍经常在现场,不知是不是担心苗乔伟的行为呢? 自从认识了他以后,就是我的智商就变成了零 刘德华表示,开始的时候他本想只做老板投资,但导演却教他客串 可是一直到他演出的时候才知道很多的戏份,因为他很早就预支了制作费 最后每日只收到四元做报酬 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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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字幕志�